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周末陆姐闲来无事 到公园里转转 这里人不多 走来走去走到了一个儿童游乐区 这里有儿童滑梯 攀岩 秋千 蹦蹦床等等 但陆姐的目光却被蹲在地上的一群小朋友吸引 走近一看 原来他们是在捞鱼 个个都玩得非常认真 这个临时的水池里有小乌龟 小金鱼 小朋友们只要花20块钱 就可以不限时间的玩耍 开始陆姐还以为小乌龟是彩色的塑料制品 并惊一看原来是真的乌龟 四条小腿一直在水中滑动 只是龟背壳染成了五颜流色的图案 看起来非常可爱 据说这种乌龟叫巴西龟 这个小摊位既环保又没有噪音扰民 还给来这里的小朋友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20块钱玩个够 走时候还能带上小鱼盆和五条小鱼